明天A股要逃跑了 快点跑 肉肉的跑 赶紧跑 这句话是一些股友在想的 还有一些股友在想什么呢 明天A股要大涨了 一场前所未有史无前例的大反谈要开始了 那么到底明天是涨是跌 以及下周A股怎么走呢 这段视频啊 我以另一种方式给大家好好呈现一下 下周到底怎么走的问题 以及诸多问题啊 我都会全面解读 只要你认真看完啊 相信这条视频下周一切你就懂了 如果你觉得有用啊 记得大家关注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股评 你现在看的是周末股市复盘的走势精巧内容 首先啊 今天也一问解答的方式 给大家慢慢呈现A股市场应该怎么走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A股市场到底现在有没有见底 我的解答是 目前确确实实就在底部区域 3230区域越跌越买 而且这个位置是从咱们今年春节到现在为止 最强的支撑区 如果七次都没有跌破 你要明白这个位置是存在主力成本线 以及A股的成本区的 那么这里有任务性的向上拉抬 以及整体的一些干扰性向上拉抬 所以这个位置想要下跌是很难的 再问第二个问题啊 A股市场下周到底能不能拉升 这个问题啊 我认为起码说下周的周线图是一个阳线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本周你要知道 A股市场其实有一个利空消息是出尽了 什么消息啊 汇率形成了贬值 那么从周五来看 整个上面也做了一些扶持 那么咱们的汇率呢 已经开始升值了 所以就能看出啊 利空出尽之后 下周就要慢慢回归常态了 外加就在上证盘口的一些支撑区 32003点附近 那么你想想啊 这里下跌空间有限 上涨空间无限 第三个问题啊 半导体在经历五天拉升之后 还有没有再次向上的能力 我的回答是 目前这个位置半导体确确实实 它是在形成一个题材的龙头性向上 那么AI家所形成的一些板块啊 本周确确实实走得不错 但是一定要切记啊 在下周会出现一个分化 包括半导体 一定要注意 这个位置可能说有一些小回彩 但是任何回彩还是逢低不去的机会 因为半导体目前只是在底部 三年的回彩所孕育的一个底部区域 如果说中特孤是一季度二季度的王者 那么我认为三季度四季度半导体 应该也会出现王者的走向 其原因是什么呀 一国之力扶持一个方向 咱们不会输 知道吗 再来询问一个问题啊 目前为什么八导股评这么喜欢电力板块 但是听讲 电力板块目前 其实它在形成一个潜伏期 咱们本身在A股市场就有一句古话 叫做东炒煤下炒电 那么在去年前年 电力都走过一次很大的反弹了 甚至翻倍行情 其原因是什么呀 不就是因为咱们夏季供电量比较大 所出现的一些特别强烈的用电潮吗 所以这种模式之下 一定要注意 电力如果在下周初 还有回彩迹象的话 可以进行布局 因为这个板块 今年夏天一定有大行情 东炒煤下炒电并非浪泽虚名 继续提问 A股市场下周能不能站稳3300 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而且3300不是终点 有可能还会向上再多走一点 去蓄力闯关3400 当然说下周因为时间的原因 3400很难 但是你记住了 这个位置又是一次涅槃重生 所以只要说周初出现任何震荡盘 都可以继续风低布局 因为现在这个位置实话实说 咱们目前是有一大波利好即将出台的 咱们一些重要的会议也已经结束了 那么这个位置就是等待 主力炒预期 炒后面的一些走向了 知道吗 再来说一个问题 巴特国评 你除了半导体 以及电力以外 还喜欢证券 但为什么证券近期 依然没有形成很大的拉升 我再次听一下 证券是咱们的中上线布局 因为咱们相信今年A股市场会有一个向上突破 3300 3400 3500 3600的原因 所以证券必须拿着 因为这个板块实话实说 A股市场一旦说形成拉升的话 那么它肯定是一个护盘大将 而且纵观A股市场33年历史 只要说A股市场想要去形成卖牛 结构牛 这个牛 那个牛 证券必须护盘 这是唯一一个A股当之无愧的拉升指数的龙头 所以就能看出啊 这个位置如果说咱们不潜伏证券的话 就基本代表着说咱们目前不看好A股市场 只要你认为A股市场现在这个位置是底部 那么证券中上线拿着 后面必有大的涨幅 最后总结一下 对于下周来说 A股市场有望再次见地反弹 但是再次提醒啊 这个位置可能说因为权重如果用的力过大 导致题材也会形成休息 两边倒的问题 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要懂得仓位不能只有一边 起码你两边都得有点 那么我希望的是什么呀 是你们起码知道A股市场这里没有什么问题 只要说消息面利空出尽 A股市场下面的行情是有任务性的 以及对整体目前咱们的经济复苏大潮所形成的拉动关系 那么A股市场这个位置切记啊 要懂得是机会而不是风险 外加呢 美联储其实目前啊 他们要进行从加息变成不加息或者降息的过程了 所以也就能看出啊 整个A股市场的一个最大的利空即将结束 我认为啊 不敢说其他的 2885点 有可能这次所续集的向上闯关区域 不一定是三年期 而是四千点之上 甚至闯关五千点 一个慢牛时代的格局 就会从2885开始 只要说2885在今年没有跌破的话 记住啊 这里肯定有重大行情 好了 新朋友去加关注啊 老朋友去点赞 我还那句话 中长线潜伏 我是认真的 明天中午12点 五平经讲 不见不散